今天就講講兩隻同級的日本錶 一隻是我曾經介紹過的SARP 033 這隻是用了6R機芯 就是精工一個高端的機芯 但今次的主角其實就是想講這隻 CITIZEN的狗系機芯NB系列 CITIZEN 其實你買它的時候 你要留意它有幾個系列 有NK、NJ那些系列 就是用8系機芯 其實你看過價錢都知道 那些大概1000來2000元價位 如果去到NB系列 其實它的價錢會比較高 通常都超過2000元 但是它的機芯就是用9系機芯 而且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一定是日本製造的 如果是NB系列 那你會見到6點位下面 就會寫著Main in Japan 有幾隻細字在這裡 9系機芯其實就 全方位是會好過8系機芯的 所以如果買CITIZEN的話 我會強烈建議大家選擇NB系列 或者是選擇其他9系機芯系列 但是這個 我現在手上這隻 其實是最划算的 因為現在的NB系列 就貴到離譜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 近年CITIZEN都是瘋狂加價的 它的加幅可能比精工更加高 精工都加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 但是CITIZEN的加幅更厲害 例如它之前推出的Series 8 其實都是 其實如果你看回它的最好 其實都是屬於NB系列 但是在賣差不多一萬元 我覺得是瘋狂的 因為其實以前的NB系列 都是說五千元以下的貨式 例如我這隻 已經是最後一水 如果大家找到的話 祝你好運 找到的話 就立刻買了 我建議就是 因為其實沒有的了 如果這個價位來講 買到NB系列狗系機芯 那麼 如果你想是 買一隻好一點的裙子 那麼 這隻是非常值得買的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狗系機芯通常都會有打磨的甲板 椅子也會有一些特別的設計 其實它的效果 其實跟精工的6R是非常相似的 大家的 動力儲存會跟6R相差一點 因為它有四十幾個小時 6R就是五十個小時 其實相差幾個小時 就不是相差很遠的 但是它就比較薄一點 它就大概4mm左右的機芯 這隻機芯都去到5mm 所以就 如果你拿上手的話 你會發覺 CITIZEN這隻會比較輕一點 但是如果兩隻比較起來 因為它大隻少少 這隻大概40到 這隻38 這個直徑 這樣就 所以 各有各好 我先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其實買 錶呢 其實玩得久 我發覺 都是玩黑色 就這樣拿假面 其實就最好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面 有些很花巧 很難肉砌 但是其實就 其實簡單的就是最好 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值得留意 就是這個帶子 做得好心思 即是有些設計 反而精工那隻 就比較削 一點 就這樣 三板帶子 就很隨便 我覺得 扣吧 看完就扣吧 扣就沒什麼特別 一粒字 CITIZEN 打開呢 就普通三接扣 都沒什麼特別 但都比較硬正的 整體來說都 有些厚度 你看扣到 不是很薄片 那些 精工這隻 其實也是差不多 精工厚一點 扣 感覺上更堅固一點 整體來說 都非常之好的一隻 打磨當然也相當好 不用說了 軟體來說 軟體來說 其實這個圈 就有些 我估計 有些抄江斯丹頓 可能是 不知道是不是 普通三針錶 有個 三點位 有個日力 沒有太大的特色 有停秒 九系機心 還有一件事比八 是好的 就是它可以兩邊 調時間 你會發覺我兩邊扭 那支秒針 都是不會撞動的 基本上就是 可以兩邊調時間 相當穩定的 相當可靠 我買日本錶 我通常都會選擇 日本製造的錶 因為感覺上 好像 底一點 雖然會貴一點 但是那些錢 我覺得是花得值的 所以 會選擇一些日本款 因為通常日本牌子 它同一個款 很多時會有 日本版和非日本版 我之前講過了 如果大家不清楚 可以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但是這隻錶 這隻NB系列 沒有非日本版 所以如果你買了這款 就一定是日本版 當然 有時也不一定要買日本版 例如我之前介紹過這隻 這隻就是歐洲版 為什麼我會買歐洲版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款是沒有日本版 只有歐洲版 所以 你只能夠買歐洲版 有時 反正都給得錢買錶 不如買一些 比較有特色的 都是那句 不會通街都是的 買一些 亦都不會太貴 亦都是質量 有這麼少保證 今天就和大家講了這隻 CITIZEN的NB系列 大約2017年左右的出品 九系基心 非常之漂亮的一隻 三針錶 毫色鋼的三針錶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大家 拜拜